就像之前作为个人运动员去参加到国际比赛上 我代表了中国 但是我感觉比赛可能实现更多的是个人价值 但是这一次呢 作为人大代表 特别是进入到大会场以后 就是你有那种很明显的责任感 就坐在那里 觉得我一切的出发点都要是为了人民 为了我们的社会能建设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身份的转变 而且是我感受最大的 有一点是相同的 就是当我站在奥运会200年的领奖台上 听到国歌奏起 听到国歌奏起的时候呢 是感觉到鼻子有一点酸 觉得我终于为中国做出了我应有的一份力量 然后这次也在大会堂 听到国歌奏起 也是感觉到鼻子感觉很酸 但是呢就是那种 我说出来那种发自肺腑的高兴吧 最近因为参会的话 其实是会有耽误一点点的训练的 但是也是在同时保持 因为宾馆也是有健身房和用池 在两会之后 不到一个星期 我就有一个我们的全国的选拔赛 也是我们亚运会选拔赛 还是会回去继续调整的 在今年亚运会上 我还是有目标的 是说因为历届亚运会 都是会有说亚运MVP这种资格 今年又正好在杭州举行 我就希望说能把这个MVP的资格给抢夺下来 今天同样还有一个平等的目标 就是我也希望亚运100年 能把世界纪录给打破 这样的话对我200年大难关系很有帮助 也就是在我旁边的 是一套路 在开机 都不在那里 是一套路 感谢观看